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1985年4月20号星期六 这一天的下午 在香港念中学的英国籍情侣 17岁的肯尼 以及18岁的妮可拉 相约要前往宝马山 塞西湖公园念书 享受浪漫的青春 肯尼是学校滑艇队的健将 因为受伤没有到学校来练习 两人利用难得的约会 一起讨论功课 结果两人一去不返 一夜没有回家 家人隔天一早四处的找人 还是没有结果 下午向警局报案失踪斜巡 没有多久 一名登山客报案 说在宝马山的一处山坡草丛 发现一对男女尘世现场 警方发现男子双手被反绑 窒息死亡 第一边女子身上的衣服都被脱掉 丢弃在周边 明显被施暴 头部受到了重创死亡 经过家属确认 死者就是英国籍的学生情侣 这起命案 警方出动了600名的警力 还有直升机搜山 调查过18000人 甚至出动催眠找证据 还遇上了灵异事件 差点逞了悬案 最后是真凶说溜嘴才破案 凶手居然是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震惊香港社会 成为香港十大奇案之一 外界称为宝马山 学生情侣 双十案 故事地点宝马山 位于香港东北部的一个山峰 海拔200公尺 山区景观优美 登山的热门景点 也是情侣约会地点 英国籍的学生情侣遇害 香港警方不仅出动了大批警力收山 找急证 首次也出动了直升机高空指挥 也在山上成立了前进指挥所 为了破案 高层提供所有的资源 要求警方务必要破案 当时警方在附近的水潭 找到疑似的凶器木棍 但是木棍经过水 难以采集指纹 警方不惜花费巨资 将木棍送往国外的专业机构来采政 部分的科学见识 还是交给国外机构来协助分析 当时搜证 仔细到连死者凶罩 掉落的扣子都找齐了 不过案件竟然缓慢 警方和家属一共悬赏55万港币 也是当时最高额的悬赏金 时隔半年 警方决定要动用催眠协助破案 说到催眠办案 台湾警方早就有经验 像是当年的桃园县长刘邦友 关低血案 以及世纪悬案引清崩命案 都曾经使用催眠真讯 什么是催眠真讯 就是让被催眠者放松 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 催眠师在利用暗示的方法 包括了语言暗示 环境暗示 让被催眠者专注 注意力集中 跳过意识 直接跟潜意识进行沟通 潜意识收藏了不被我们察觉的情感 记忆还有想法 不过 香港的法庭一般是不会承认催眠的结果 来当作证据 还是需要警方找到实证 催眠只能协助警方找出重要线索 话说 香港警方派出了任职训练组的 总督察杨志涛 他曾经到美国联邦调查局 学习催眠调查 也获得了催眠调查员的资格 当时有很多登山客 他愿意提供线索 但是记忆模糊 结果透过了催眠 讲出一些连自己也记不起来的事 像是擦身而过的路人 有人催眠想起 看过几名穿着工作服的人 在山上出现过 不过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 直到有一天 警方接到了报案电话 老先生说 他的老伴70岁了 不懂英文 但是这两天睡梦中 却不断地讲英文 由于命案当天 他们曾经到过宝马山 很害怕老伴出事 向警方请求协助 根据杨志涛的说法 当时他和警方一起前往 那一对老夫妇的家 一到屋内 就能感觉到一股压迫感 帮老太太催眠的时候 对方突然站起来 一手握着警方的手说 You help me 因为老太太不懂英文 但是突然以流利的英文 说出了整个的犯案过程 让在场的所有人惊呆了 怀疑女死者因魂不散 借着老太太伸冤 才会不断地讲英文 根据老太太的说法 凶手有五个人 都是年轻人 可惜身份还是不详 警方也是半信半疑 尤其是踩到的激阵 犯罪资料库都比对不出来 想想老太太的说法 凶手的第一次作案 所以比对不出身份 眼看弃凶的黄金时间流失 难道凶手真的可以逍遥法外吗 案发后六个月 警方接获了罢案 说在搭乘渡人的时候 无一间听到了一段对话 一名男子向朋友吹嘘 自己杀了外国人 朋友笑他胡说八道 他居然指着脚上的球鞋说 这双贵贵的球鞋 就是被杀的外国人他穿的鞋 他不但把人杀了 连球鞋也不放过 罢案人听到了相当气愤 万一说的是真的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偷偷跟踪这名男子直到回家 确认住址之后 立刻向警方报案 原本警方以为 会不会是吹牛过头误会一场 结果向专案小组来查询 发现肯尼沉湿的当下 脚上的球鞋一直没有找到 难道天底下就这么巧合的事 凶手吹嘘说溜嘴 恰巧被其他人听到 警方前往住处搜索 闲伴叫彭信义 24岁 11名打工族 找到一双的9号球鞋 财政之后也确定是死者所有 一双贵贵的鞋 终于揪出了凶手 1985年11月 警方先后逮捕了5人 除了彭信义还有谭世欢 20岁保安员 赵伟文25岁 乌生 另外还有小张17岁 阿龙16岁 5个人落网之后 只有年纪最轻的阿龙认罪 成为污点证人 说出当天的事发经过 他说 4月20号的当天 5个人只是路过宝马山 一时无聊 想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猎物 可以玩弄一下 远远就看到一对外国年轻人 手寸铁 加上四下无人 5人决定要打劫财物 先包围了两人 要求交出身上的财物 没有想到两人当场拒绝 而且还要反抗 领队的彭信义 拿起了木棍 叫大家动手 先把肯尼打倒在地 抢走手表和钱包 虽然肯尼是学校 滑艇队的健将 但是因为手部受伤 加上寡不敌众 根本无法反击 只能眼睁睁看着5人行凶 这还不够 彭信义起了色心 强迫尼可拉要发生关系 女方激烈反抗 男方拿起了木棍 先把女方打昏 接着拖到了旁边草丛施暴 事后更问了一句 要不要一起来 一开始没有人动作 彭信义威胁大家 不参与施暴的人 一并除掉 其他人在微迫之下纷纷动手 直到这一对外国人情侣 没了呼吸心跳才停手 根据阿龙的说法 一开始以为只是要洗劫财物 调戏一下女方 并非纯心要杀害两人 只是一场疯狂屠杀之后 5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无人落网之后 由于手段凶残 泯灭人性 全部被依谋杀罪起诉 1987年1月20号 在7名陪审员 经过5个小时商议之后 一致裁定谋杀罪名成立 三名成年人全部判死刑 1992年改判终身监禁 唯独小张还有阿龙 被列为少年犯 交给逞教署来看管 等候英国女王来发落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 两人刑旗还是未定 他们的家属前往港督府 来陈勤抗议 直到1998年 阿龙因为获得了 被害人家属的原谅 法官判27年 小张则是判了35年 小张不满刑旗过重 提出了上诉 2006年4月6号 法官以手段凶残 原判决没有刑旗过重 驳回上诉定谚 2004年9月 当时35岁的阿龙出狱 和家人团聚 而且在逞教署的安排之下 在所律师事务所工作 重获新生 阿龙说 当受害人父母 表示已经原谅 还有宽恕他 对他造成好大的震撼 他也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至于小张 2017年也已经出狱 找到了工作 成家立业 低调的生活 三名主犯之一的谭世欢 则是在2009年 因为肠癌 在医院不治 死前也曾经对外人表示 自己很后悔 所存那么残忍的事 如今受病痛折磨 是报应 这起命案的5人 因为犯案的时候 年纪轻 被称为同党犯案 在香港 同党是指 边缘的青少年群体 打架闹事等 反社会行为 大多缺少家庭的温暖 加入同党 成了获得认同的途径 像是小张 三岁的时候母亲过世 父亲再婚之后 也离开了这个家 由祖母照顾 逼得年幼的小张 从小就替人开车门 赚小费谋生 后来小学和阿龙认识了 命案发生前三个月 因缘际会认识了 主谋彭新义等三人 教了损友 误入歧途 未成年的犯罪问题 不只是靠警方执法 还有社工的辅导 更要重视家庭生活 发挥家庭的教育 人格教育 还有道德发展正常的执行 都能减少青少年犯罪 愿孩子都能受到 良善的对待和照顾 这是宝马山学生情侣 双尸案的始末 你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留言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看完金牌特派 我想跟你们推荐 我们中天的保养品牌 KS 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 舒缓凝胶 上班一整天 长效保湿很重要 尤其太阳真的很晒 很需要擦一些 既保湿 又能修护 舒缓的保养品 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会好 中天这一支 KS 芦荟保湿 舒缓凝胶 特别推荐给您 请帮我看完下面的影片 我的推荐代码 CTI009 有额外折扣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好感谢